APEC非正式经济领袖峰会 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满脸笑容 压轴现身和泰国总理帕拉玉握手致意之后 由他陪同前往会议厅 主办单位泰国的重视不言可遇 而习近平在前一天下午抵达曼谷之后 行程满满和三国领袖分别对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习近平指出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 中心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不仅助力两国抗疫和经济复苏 而且为地区稳定和繁荣注入了正能量 中心关系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示范性 习近平也提到尽快完成中心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的后续谈判 更直接反对脱钩锻炼小院高强 李显龙除了强调两国合作 已点出友好的中国大陆 对地区和全球的重要性 除了新加坡 习近平也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商谈关键的南海议题 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非关系 在中非会谈当中 南海问题成为主要焦点 习近平表示 双方只要坚定友好协商 只要海上关系 保持稳定中非关系大局 就会稳定 小马可是强调 非中的互信正在日益增强 这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爆发和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 第一次和包括西方元首在内的多国领袖会谈 各国领导人不管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和态度 都希望可以借由G20和APEC 更加了解习近平以及中国大陆 未来五年的市政方向 习近平在这次的访问当中 五眼联盟的领袖除了英国首相 包括拜登、杜多、埃班尼斯和阿尔登 都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而习近平此行和东协盟棒的互动 尤其是印尼和泰国的领袖 都可以看出大陆凭借着一带一路的生耕 获得友邦信赖 记得黎静送后报道 泰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 再见